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茶花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一些作品 就是在茶花的花期的时候 要如何给它控水才能让它花芽分化 因为我们给茶花控水 能促使它花芽分化这种方法是很有效的 但是我们在控水的过程中 应该给它控轻一些 不要太过干 保折的话就会适得其反 影响茶花的正常生长 当我们的茶花出现伪孽的时候 往往都会表现出两种伪孽 第一种就是永久性伪孽 第二种就是暂时性的伪孽 当我们的茶花盆土切水而造成的伪孽 叫永久性伪孽 由于空气激度过鱼干燥 而造成的伪孽叫暂时性的伪孽 我们解决永久性伪孽的话 主要的就是给它补充土壤水分 再给它浇水的时候 先用少量的水能让这个土壤湿润 然后再逐渐的给它增加浇水量 因为我们的茶花脊柱毛续根已经受损了 它的吸水能力下降 只要形成新的根式 才能恢复三茶花的吸收能力 同时尾捏已经使这个脊柱续胞已经吸水了 这时又是我们给它增多水分的话 就会使续胞壁还有延伸剂的发生分离的现象 当我们的茶花切水的时候 切记不要给它一次性给它浇大水 只要从慢慢的给它增加才能让它更好的吸收 但是三茶花它是比较是微酸性的一些土壤 我们给它浇灌的这些水呢一定要注意了 不要老是给它使用一些自来水或者是井水 使这个盆土很容易出现板结 就不利于三茶花生长了 在给它浇水之前呢要给它兑一些鱼胰菌原路 就是这种原路它里面含有非常多的有乳活菌 比如乳酸菌酵母菌光合菌 在这些菌剂的作用上 这些水呢就可以调好水菌 也可以快速的在土壤里面分解出更多的有机剂 我们使用的话就是1比1000的比例 直接倒下去一次性把它浇透 就能让这个土壤越来越疏松 也可以用这些水来喷湿叶面 就能使茶花叶片进行光合作用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 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